蘆媽有一個遠房的親戚 因為他們家只生女兒 結果媽媽過世之後 女兒竟被爸爸禁止 參加媽媽的告別式 對 這我一開始說過 真的聽到太誇張了嗎 因為其實他們不是住住家 他們還是台北市人 所以我才覺得更詭異 就是有一次遇到 然後唐姐就跟我講這個事情 他媽媽後來是車禍過世 然後可是他爸就是 因為兩個女兒 不准他參加告別式 他沒有辦 也是在二賓就很近嘛 然後重點是他從遠房 爸爸遠房的遠房 請了一個男丁 然後男丁又不認識他媽媽嘛 所以呢就請他來 假裝是大小子撞到 那因為我那兩個唐姐都沒有結婚 他也沒有紅塞 我不知道紅塞可不可以撞到 那當然也沒有孫子 好像不行 事後他是包了6千塊紅包 讓我再講一下 紅塞還是不行 這還是被觀念束縛 對 是 其實是 因為剛才講那個道只是個 象徵意義嘛 如以廖老師的講法 你紅塞是白雞的人來撞我的道 那不是把我們的錢跟我們的菜都撞掉 可是我那一個 就是偉家的觀念來 對 就是國代觀念 我那唐姐爸爸有跟他講 老實說媽媽白日 就是說告別式之前你有結婚 因為那個老大已經長大了 他願意把土地一部分 給你的那個 紅塞 只要說紅塞他照說性 女方的性就可以來撞到 可是後來還是沒有啦 後來跟父親就有關係 後來就不是那麼好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有點大 因為現在生小孩 女生真的是很多 我剛剛講過我這邊的家族 堂姐妹都是生女的 而且都是兩個女的 那這樣以後是怎麼辦 我為什麼說這是觀念上的改變 我們被觀念束縛了 捆綁了 我隨便舉例好了 原住民不是母系社會嗎 對啊 那不是母系社會 不是要有女生來旁盜嗎 是啊 剛好就生長的同一個土地 那請問你西方社會有龐盜嗎 沒有啊 那翁老師你對龐盜的看法怎麼樣 我跟你說 我們台灣的上葬的儀式 就是都讓這些人把持 今天才會比得到 其實上禮是應該是莊嚴 對 隆重 嚴肅 這麼對 現在變成一種秀 有一些說這群 有葬儀式的人來代替他們立正文 這一文怎麼是你來念 你跟實責哪有什麼關係啊 我這文是我自己內心的感受 那一種痛苦 用這個記文來表達 讓情感不要支離破碎 怎麼是變成倡議社的人 所以在那邊念 而且很多一直在改 不然我們以前 我們收穿這個粉碑 這麼大塊 在那邊聽頭 好像看起來 大家心裡怪怪 這文就像什麼 剩一個小皮包而已 像我們更戒指的一個 放在我們會聽頭 新主牌的旁邊 什麼都可以改 我以前我們老婆嫌身的時候 我跟我們父子 一個大父子 我們兩個消費 四的人 在那邊走的 走光 走差不多一公里外 去吸水 吸水 吸水 集水 披馬代孝 拿個波 對 就是輔子的波 去拿那邊 把水仙拔杯說 水仙 我們老婆嫌身 現在要洗人家 請你給我水 給我一點水 我帶回去 給我們老婆洗人家 這樣呢 求水仙 這樣整個回去 這樣呢 在撈的 大家都探討 看看 啊 沒什麼事 那孩子那小 這樣 這是什麼事 我們都要聽聽 切切私語 我們就允業聽到 其實這些事情是在做什麼 宣傳嘛 就是宣傳說 一個人已經躲起來了 讓大家知道這件事 像我們披馬代孝 這叫做豬衫 襪衫 為什麼又在走廊縫呢 就超級好 要頂著腳 手機頭 手機頭會很好 什麼就來到底到底 那個也是宣傳 後來穿黑衫 披馬 像說 大蛤 蛤的一笑 對 孝順的笑 整四個去採買東西 就是跟人家宣告說 我們的老伯已經跡身了 你們大家親一下朋友 如果有時間才來 再去沾一個衣服 是宣傳的意思 所以這些慢慢的都要改 所以碰到這件事 也可以改 沒那麼嚴重